大家好 大午安 在我们这个议题四里面 我们要谈所谓低碳非理想 民众应该要有的一个生活态度 那讲到生活态度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在前面很多的先进 给了一些意见跟想法 讲到生活态度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mindset 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议题里面 谈生活态度 讲的就是我们的mindset 本来我们看低碳 在很多的推动的时候 经常都会想到说 哇这个可能要多花一点成本 这个要花钱 或者是说我需要采购一些 额外的一些开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这就是第一步 怎么说 在我们衡量很多事情的时候 往往从两个层次上去做讨论 一个是价格 就是另外一个是价值 那价格跟价值呢 跟我们的思想改变了以后 行为才会有改变 这一个案例在瑞典 瑞典有一个国宝的汽车品牌 叫做Volvo Volvo跟这个瑞典 在这个市政府跟他沟通的时候 瑞典市政府想要采购一整批 新的这个市区的公车 那当然采购政府预算 当然是以这个最最最低的价格 编了一个预算嘛 要来做采购 但是呢 Volvo想要去争取这个标案 告诉他说 你采购的时候 应该要考虑用的是电动车 那怎么样去说服他在这个价值 跟价格之间的一个拉扯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简报的左下角 在看这个传统的财务成本的时候 柴油的巴士 它的售价可能是比一般的电动车 还要来的低 所以呢 柴油巴士的这个传统的财务成本比较低 电动巴士价格比较高 但我们今天呢 我们刚刚一直在谈这个思想改变 行为改变嘛 MICER一改以后呢 这个柴油巴士 如果我们把它的生命周期拉开来看 去Evaluate 它整个财务上跟环境上 它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啊 污染啊 交通的安全 这样的一些成本 还有社会经济的一些成本 都把它加总上去以后 其实使用电动巴士 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它所省下的 包括公共健康 或者是旅程 时间甚至我们在谈的减碳 这个议题上面 其实它都有比较好的效益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想 我想作为一个开场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 我们刚刚讲说民众应该要有的生活态度 我们以前的很多的生活模式跟形态 其实都是透过补贴 所以在面临这种低碳转型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认识到羊毛既然出在羊身上 一定会要有人买单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 大概从这几个方向开始 画面上是生活中迈向低碳转型的 五个途径跟解放 各位所看到的是从投资 投票 消费 创新跟创业 这五个领域上来做落地 有一条红线区分在中间 右边 投资投票消费 其实我想这比较容易理解 我常开玩笑说 这个投资投票消费 就是一种自作自受的过程 你想想看 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产品 投资了什么样的公司 我们投给哪一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你做哪一家公司的股东 他反映的就是你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消费形态 所以他还给你的 就是你支持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 创新跟创业这两个东西 跟商业模式有关 两个又可以 主要是在做 现在很多解决社会问题 又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创业 我想是刚刚我们在谈很多的 年轻世代 非常关注的 现在的很多创业模式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用这 生活中能够迈向 低碳转型的五个途径 跟解方一些案例 来跟大家说 刚刚讲说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然后我们也没有Plant B 所以其实第一个在谈投资的时候 讲的就是要投资我们的星球 什么叫要投资我们星球 画面上是二月的时候 国际能源总署联合国 这个IEK 它在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里面有一张图 非常有趣 这张图 横轴是年代 从1950年到2020年 纵轴呢 所代表的是 不同的年代的人 他的碳预算 就是他可以排的 碳的额度有多少 所以您看看 这个比较浅的蓝色的部分呢 是已经排的碳 那剩下深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还剩下的碳的额度 所以呢 刚刚讲说 横轴是这个年代嘛 这个从1950年开始 您就可以看到 他的战后婴儿潮事 在1950年代 可以拥有的人均的碳额度 大概是350吨 那现在大概用了300吨 还有50吨可以用 那最右边呢 是这个新世代 2020以后出生的这个世代 这个新的世代 一辈子就只有34吨 可以做这个排碳的 碳的额度跟预算 所以我想看到这一份报告 您就知道 我们的确是要从 这个方向来做投资 那投资上面呢 其实是在整个态度上 应该是要有这样的概念 用永续金融的想法 什么叫永续金融 永续金融呢 其实我们在谈的跟 有别于本来的传统的金融投资 只追求财务报酬率 不太一样 永续金融谈的是包括 可能像现在很多的 这个投融资机构 它会设一些黑名单 我不投的产业 赌博 色情 博弈 或者是军火 类似这一些 但是每一个国家产业形态 不太一样 台湾坦白说 也没有特别多的赌博 博弈 军火相关的一个产业 所以在整合ESG的因子 或者是我们现在你看 有很多的主题性的投资 专门投资绿色能源 共同基金 永续的ETF 这种就蛮多 那进一步再做 影响力投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也都是 民众他在日常生活中 在投资上 可以选择的一些做法